开工大家平安顺利 在大南市中安卫带 以及在位预言贵宾的竞争之下 大南市几个山正是当初改建 我们今天花了总共这个工程经费2449万 将近2500万的经费 来把它打理的好一点 那不但有这个无障碍步道 可以让很多市民朋友们可以上 这个整理好了以后可以到了这个至高点 在这个地方来鸟看 26公尺大概是将近9层楼高 那所以可以一览周边的风光 可以看到整个的水教舍公园 最高辖为日本时期 到前往有空军家修建筑 形成立宿的生活中业 可以公示这些使徒的记忆 也不过随着基民都稍拨出去 年来无人管理这些杂操中心 在文化教的能力这些 将这整理改建完成水教舍航空的最后一块拼图 整个水教舍文化园区从水教舍的公园到文化园区建筑的一个整建 到整体的一个软体的置入跟营运 我想柜子山的整修应该是在整个文化园区最后一块拼图 那这一块拼图完成之后 我想整个水教舍文化园区就会非常的一个完整 水教舍航替也是经过五六年 才会让红帽来开放 整个山中以一档的冠棋来建立 未来完工之后 重新为台南市的地消代表集园 当然新闻杨顺淮 彩虹波的